大都会捷运局MTA董事会于18日进行表决 通过了2020年的170亿元预算 当中包括具有争议性的增聘500名警员计划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今年早些时候 大都会捷运局公布了大规模削减成本计划 当中包括通过合并和精简职能 以改革其74000人的庞大员工规模 当中预计于明年削减2700个主要非工会职位 但大都会捷运局于9月提出新聘500名警务人员的决定 成为了18日董事会预算表决中最具专益的项目 目前大都会捷运局有约780名警务人员 主要负责巡逻长岛铁路及都会北铁路 至于纽约市的地铁则超过2500名 纽约市警务处人员负责 自计划提出之后已经引起各方争议 于18日在曼哈顿下城举行的 大都会捷运局董事会会议上 也多次受到示威者的打断 当局发言人指出 期间有7人被赶离场 当中5人被开行为不检传票 由州长葛默命任的董事会成员 当中包括大都会捷运局主席费耶 也不断为计划辩护 称新增警力将有助减少逃票 保护员工免受袭击 以及解决游民等生活质量问题 当局官员估计 通过减少逃票 未来4年将节省约2亿元 可以部分抵消新聘警员的费用 由市长白思豪任命的 3名董事会成员则投反对票 但仍然无阻预算方案通过 费耶在会后发表简化 指当局尚未决定 会部署多少新警员到地铁 称这将取决于警察部门的决定 纽约地区的手机 于18日下午3030分 收到来自国家气象局的紧急警报 雪报警告直至东岸时间 下午40时15分 注意突然停电及路面结冰 减慢车速 其后于下午40左右 电话又再次收到讯息 指雪报在区内迅速蔓延 警告延长至下午5时30分 纽约人除了于下午经历一场大雪之外 很多人也因此感到困惑 什么是雪报 国家气象局解释说 雪报是极短时间内出现大雪 导致能见度迅速下降 并且有极尽阵风 联邦航空管理局指出 由于狂风及大雪令能见度下降 导致18日下午在肯尼迪机场 拉瓜迪亚机场 以及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 均有航班延误 根据国家气象局 雪报于下午4045分左右 横跃纽约并一向长导 大雪从4006分开始 其后于4047分变成小震雪 对于习惯从手机收到 如儿童失踪安博警报 或山洪爆发警告的纽约人来说 雪报警告也算是罕见事 18日是国家气象局 第二及第三次 在纽约州发出雪报警告 第一次是今年1月 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指出 由于短暂大雪 导致能见度受影响 及路面湿滑 雪报有造成大型高速公路 意外的死亡危机 17日早上 时报广场附近 发生建筑物碎片 砸死图人的可怕事故后 纽约市官员马上加快行动 短短一天内 已经检查了1331栋建筑物的外墙 华尔街日报报道 官员表示 被检查的建筑物之前 已出现外墙违规 市楼宇局发言人表示 在这场悲剧性事件之后 我们已马上在纽约市周围 检查已被确定需要立即维修的外墙 为公众提供更多保护 但当局暂时未有透露 在余千建筑物之中 有多少被发现额外违规 或需要及时采取安全保护措施 事发于17日早上 在第七大道729号 建筑师T施曼被建筑物外墙击中 最终伤众不治 赵氏建筑物业主于今年4月 由于外墙维修违规被罚款1250元 市检查员指出 该建筑物15楼以上的陶瓦有几处损坏 以下令业主采取安全措施并修护外墙 但是由于业主并未有任何改善行动 检查人员于7月再次发出违规 赵氏办公楼由商业房地产公司Himmel Maring of Properties 属下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于9月在市行政法院对违规提出法律挑战 最终获行政法官撤销7月的违规 并把4月的违规降级 这意味着市楼宇局无法再对该大厦发出违规指控 纽约市行政审判和听证办公室发言人 未有对此案件作出回复 市楼宇局指出 在17日事故之后 赵氏位于西49街的 17层高的办公楼已搭起棚架 布鲁克林一男子因用砖头 砸破一地下室窗户后爬入室内 并强奸了一名女子 而受到警方通缉 据ABC报道 事情发生在18日凌晨4点30分 地点位于布鲁克林布什维克 中央大道和麦迪逊街的位置 屋内22岁的女子听到噪音后醒来 看到了该男子 男子于是强迫他进入卧室 并强奸了该女子 事发后男子随机逃跑 并拿走了女子的手机 内有65美元的钱包 以及信用卡 女子被送往了跨信仰医院进行救治 随后出院 警方发布了男子非常清晰的案发前和案发后的监控图像 视频中的某一点还能看到男子在跳舞 该男子是一名20多岁的非裔男性 身高5英尺8英寸 体重大概150磅 他身材苗条并有胡须 最后被看到时身着蓝色配有白色条纹的阿迪达斯运动裤 黑色脸帽衫 黑色运动鞋 以及浅蓝色边缘织帽 警方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 在9个月的关闭修缮之后 皇后区的阿斯托利亚连音路车站 在周三下午重新向公众开放 N线与W线经过此站 据悉 施工将在2020年继续进行 重新开放的地铁站新增的设施 包括4个新的平台楼梯 两个通向地面的楼梯 以及一个新的平台 通勤的市民对地铁站重新开放感到非常兴奋 一名市民称 地铁站重新开放 我感到非常开心 据悉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施工将会继续进行 工人将继续安装4个新的电梯 两个通向地面的楼梯 一些过道 新的座椅 数码标志 以及平台楼梯围栏 圣诞佳节即将来临 为了让儿童度过一个快乐的节日 市议员陈倩文 华部共同发展机构 及华部商业改进区 星岛日报 多元文化传播集团 以及The American Academy of Hospitality Sciences 将于本周六于华部各伦部公园举办玩具赠儿童的活动 为此 主办单位于日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并展示出部分将于活动当日所派发的玩具 玩具种类繁多 有卡通人物公仔 婴儿洋娃娃 模型等 永远愉快来回到 Chinatown Mod Street, where I come from and the people out here the same way first class that we will bestow the awards over 5,000 awards once again on Mod Street, Mulberry, in the park this coming Saturday so I look forward to all the people joining us and making sure it's very successful and the president me being a very close friend is he wishes us all great luck and everything will go well so that's his words directly that he wants everything to go well for the Christmas, the children and Merry Christmas 玩具赠儿童活动是第二年于华部举办 活动当日将会有两名圣诞老人 派发优质玩具 而礼物数量从去年的3000份 增至今年的5000份 前1000人更可获得毛线帽 玩具赠儿童活动 将于本周六12月21号 上午11点至下午2点 于华部哥伦布公园举行 欢迎家长及孩子们前往参与